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加入我的Discord社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样式单绑定 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意 在咱们VUE编程过程中 必须要有样式单绑定的逻辑操作 是必不可少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是访问一下VUE的更新进度 看看它有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我看一下 每天我都要监视一下 还是3.0RC5并没有更新 OK 咱们就用这个版本吧 好 咱们马上开始 是这样 我每次做课程 我都想 咱们监测一下 是吧 看看它有没有发生更新的变化 有变化的话 咱马上用最新版 对吧 马上给您分享最新的消息 好 咱们先少讯 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在组件中绑定CSS样式单 该怎么做 马上看咱们实战演习的代码 咱们看什么地方 首先咱们先看数据的地方 大家请看 上面咱一会再说 先看数据的地方 大家请看 我给咱们提供了一些个数据内容 这些个数据内容 都是咱们辅助用于显示样式单的一些个数据 有哪些 咱们看 第一 这有一个布尔形 没问题吧 第二 这有个样式单形 这个里面什么都没写 您可以把理解为 是GS的对象形 JavaScript的对象形 也可以把理解为 是Json形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 是Json形 为什么 里面就是一个keyword keyvalue 对吧 好 咱们看有一个c UBA 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个csstitle 这里面定义了几个 大家请看 看似都是布尔形的变量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是什么 这个地方 其实是您样式单 css里面 自己定义的class 这些个 test danger boulder display5 我并不是我自己定义的class 并不是我自己定义的cssclass 是什么 它是bootstrap定义的class 这个地方 您也可以自己在页面中定义几个class 这个地方可以设成trueforce 都是没有问题的 动态的切换 您要应用哪个样式的class 好不好 OK 下面 大家请看 下面就不是class了 是什么 是怎么说 是DHTML Java Java脚本对象里面的 css样式单对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区分大小写的 color 您就要这么写 phone size 必须要这么写 托风式 phone等 然后这些地方 加上一个大S 然后是size 这个您可以参考一下DHTML的css样式单的手册 里面有多如牛毛的属性 好不好 我今后如果有时间 很多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您讲DHTML 今天咱们先略过 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我给您定义的VoE组件中数据提供的部分 其他的就没有代码了 对吧 OK 咱们再回到HTML部分 咱们一行一行来吧 首先第一行 我爱NBA 对吧 然后这地方咱们应用的什么 应用的就是咱们Bootstrap5里面给咱们内置的css样式单 这样吧 我一边建个代码 咱们一边运行 一边讲解吧 好不好 我马上建一个 然后咱们一点点看代码 一行一行再给您讲解 您理解起来更快 而不是说我一开始都给您讲完 然后咱们再一行运行 那好像您不好理解 是吧 好 稍等 我这拷贝一个基础模板 今天是第17课 然后再把今天的代码拷贝过来 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上期用的这个access 今天咱们根本不用这个阿甲克斯一部存取 所以说把那个行删掉 最后一行是不要的 OK 这就是咱们大概的例子 我把上面这先暂时都删掉 一会儿咱们一点点运行 一点点看 好 那咱们就光显示现在内容 现在内容并没有调到咱们数据存取的部分 而仅仅是显示了一下 YNBA 同时应用的是Budelstrap5的一些个样式单 满看小 今天咱们是第17课F5刷新 找到17 然后点击 这是我刚才建的这个HTML 大家请看 只有YNBA 然后呢 应用了三套样式 哪三套样式 大家请看 红色 这叫Danger色 对吧 同时呢 外框加一个框线 同时呢 显示字大小 挑成Display5 这个都是BS5给咱们的样式单 对吧 当然这地方咱们也可以引用到自己的E 可以引用到这BS5 这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就加点样式 怎么加 咱们看啊 首先加一个横线 然后加两行 咱们看加的什么东西啊 好 咱们看啊 我在这个DFV上 做了一个class绑定 前面用一个冒号 这是省略写法 做一个样式单CSS绑定 绑定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 这个属性是BS5 Budelstra5 给咱们提供样式单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拿过来引用 看它是不是处 如果是处的话 那么BS5的这个样式单 TestDanger就会生效 这个是VUE的规定 就这么记就可以啊 这个是Boulder 对吧 是否等于处 它也可以是一个不耳型 如果等于处 那么咱们在BS5 提供这个Boulder属性 就可以应用到 现在这个DIV上来 对吧 同时Display5也是一样 是不是不是 为处 为处的话就会引用过来 像不像 刚才我在这个地方给你写的 我只不过是把这个CSS title 这个JS的对象把它展开写了 对吧 展开成一行写 然后通过这个Islaw CBA来控制 好不好 好咱们试一试啊 注意看 F5刷新 大家一看 一上来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一上来 我给大家设这个Islaw NBA 你是不是喜欢CBA 我给的目准值是false 对吧 因为是false 所以说 这三个属性并不生效 所以说您看到了 是什么都没有的 素颜结果 对吧 还没有化妆的 对吧 那我点击这个按钮 I CBA之后 你不能够按MBA 对吧 你还得按咱们的CBA 对吧 点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这个I CBA按钮 会调用这么一个函数 或者调用这么一个语句 干什么 把这个Islaw CBA 附上一个新值 本身趋反 处为false false为处 对吧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一开始 它是false的话 那么取反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探号是取反 对吧 取反之后 它就变为处 变为处 这三个属性就会生效 马上看结果 Let's go 注意看 出来了吧 生效了吧 同时咱们看看页面 有没有错误 没有没有错误 OK 说明咱们这过了 好 说明咱们通过这一个布尔值 就能控制这些个属性 好不好 当然这是展开写法 咱们一般的编代码 是不这么写的 对吧 咱们都怎么写 咱们都会把它绑定一个对象 比如说下面这个写法 我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我爱CUBA 对吧 大学生现在也很爱蓝球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 我绑定这个class 就不像上面似的 这么绑定一个类了 是吧 一个属性 一个属性 一个一个复制 出尔值 不尔值绑定 对吧 现在不用了 我直接绑定一个CSS 这次CUBA就够了 这个CUBA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是一个GS对象 我没有给它出始值 这个地方 您可以给它出始值 比如说 我把下面这个代码 您拷贝过来 给它一个出始值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我没有给 为什么没有给 因为让您看到 一上一束颜的效果 同时 我在下面又写了一个按钮 ICUBA 这时候 大家请看 我把这个CSS CUBA这个对象 附上了一个新值 CSS title 换句话说 我在点击这个ICUBA 按钮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三行 或者说 把这个对象 CSS title 这个对象 附给CUBA 那么它就具备了 这个对象里面的 所有的属性 那么这个地方 就会样式单生效 试试 看看是不是 我说的这样 存盘退出 F5刷新 好 注意看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过来了吧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方生效了 这个地方一生效 那么 CSS title里面 所设的样式 都会被应用到 CSS CUBA上去 那么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效果 对吧 明白了 这个就叫做CSS绑定 其实很简单 看起来很难 其实很简单 同时 大家注意看 下面这个 我也要跟您说一下 这叫什么 叫直接style绑定 不再用class方式了 刚才咱们绑定 大家请看 都是这个 冒号class 对不对 其实咱们在写网页过程中 咱们有时会直接 咱们不用废了 定一个class再用 对吧 咱们就直接写一个style 对吧 写一个DHML的 CSS style的 里面的一些个属性 对吧 可以直接写 我这个 我爱WNBA 女生也打NBA 对吧 女生打NBA更好看 是吧 大家请看 我会调这么一个CSS WNBA 它里面 大家请看 这里面 就是那些个DHML 那个CSS style 那些个属性 对吧 直接在这写就可以 然后呢 直接绑定 给这个style属性 就能够出来 好不好 有朋友说 我就是不愿意定义 CSS的class 我就想直接写 那么您用这种语法 就可以满足您直接写的欲望 好 试试 注意看 F5刷新 出来了吧 直接就有红色 大号字都出来了 说一句话说 咱们在这地方 写咱自己的DHTML 对吧 同时这个地方 就能够动态绑定显示出来 您不用提前再定义 CSS class 也能够实现 CSS绑定 就是什么的方便 好不好 OK 给您讲明白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在VUE中 如何做动态样式单 绑定的知识点 希望对您学习VUE呢 有所帮助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然后呢 您呢 可以自己下载呢 实际运行一下 马上应该就能看到结果 如果您看到结果 给我留言 我给您解答 好不好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